波波,我們開了十個小時在這 因為到達目的地了,我們去吃好吃的 可以啊,我知道有一家新開的披薩店,挺好吃的 那就來去吧,剛剛我也想吃披薩 波波,你看右邊 這就是什麼東西啊,怎麼還會噴火的 它看上去有點像哥斯拉,應該不是在噴火啊 只操作我們攻擊啊,我覺得你應該趕緊把車子給開走 不會吧,它攻擊我們幹嘛 哎呀,我們的藝術城被它攻擊到了 波波,你趕緊報警,說這裡有一隻怪物 好的好的,我現在去報警 超友俠,我剛才接到了群眾的報警電話 說他們在郊區呢,遭遇到了哥斯拉的襲擊 不會吧,怎麼哥斯拉又出現啊,他們人沒事吧 他們人跑掉了,你要不要帶上機器狗啊,去現場查看一下 帶上他吧,我們把他修好之後呢,還沒有帶他執行任務過 太棒了,終於要執行任務了,走吧,超友俠 你一會兒呢,一定要聽我指揮啊,我去開車啊,然後你在後面跟著我 沒問題 超友俠,你們兩個一定要小心啊,有什麼警官要向我匯報 好的,走吧,雞雞狗,你後面跟上 超友俠,我們都漏了一圈了,都沒有看到哥斯拉 別著急,剛剛大嫂不是說在郊區位嗎,前面就是郊區啊 這樣啊,欸,超友俠,你聽你聽啊,前面有攻擊的聲音 注意了,他就在我們前面啊,大概離我們五百米左右 那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是直接攻擊他嗎 我想一想,看起來要怎麼對付他,你快點跟上 來了來了,不然我就直接上去攻擊他得了,說不定你能把他給機會了 你到底行不行啊,從被我虛化後到現在呢,都還沒有參加實戰過 所以呢,你要讓我斷練一下 一會兒的,我們就直接攻擊他 那你就是了,超他攻擊啊,我看一下你的死力啊 就在哥斯拉呢,還沒有撞過來 我們在他沒撞過來之前呢,提前攻擊他 快點快點快點,機器狗 超他攻擊超他攻擊 超他,你看我的厲害 完了,他這麼遺憾,是不是生氣了 好像是啊,而且我感覺我打他了,他好像一點反應都沒有 你要小心地多移動一下,這樣打他呢,可能沒效果 我現在回去開坦克啊 哇,他騎著我的警車了,小心啊,躲避他的火把,哎呀 完蛋了,我的警車都不要給追尾了 我現在用我的活泡們吸引他的火力啊 你拿阿B去火箭頭呢,打發他的腳 好的,我試一試 他用怒號老爺,他怒號過呢,火力又更強了 脫下,你還是要去開坦克,我再這樣下去呢,可能撐不住了 再堅持一下,我看看他到底哪裡是落點啊 好害羞啊,我告訴你,你看他的背景變成了藍色 然後他的大嘴眼睛的,他變成了藍色 完了完了,他現在變了一種形態啊,攻擊力暴增啊 雞雞虎,你趕緊往我這邊跑啊,我們撤啊 我在你睡覺啊,你上了啊 然後你讓阿B去火箭頭嗎,反方就要打吧 沒問題啊,但是你哪一個地方可以載我啊 你自己找位置啊,在我腳下也行啊,你看自己的安全 好吧好吧,那我就待這個位置啊 你不要回頭了,只是往前開就行 你打哥哥啊,說小心啊,別把我腿擊中了 哎呀,我叫你自己打走我啊,我叫你打我幹嘛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故意的啊,你沒事吧 我才覺得被哥斯拉撒還好啊,比他挺疼啊 抱歉,抱歉,我盡量打著來啊,不擊中你 快點想辦法,他的火箭頭一直朝著我的屁股的 啊,打我挺疼啊 他的牙神這樣下去了,我就會被你擊三架了 喂,小李翔,小李翔,小李翔就在這邊了,你快點去開,打個 好的,我現在去開啊,你撞過來,我們一起打他 誒,雞金狗,你的腳不要打中了 沒事啊,我還能走 只要他沒有把龍火箭頭機會就行 你喘口氣吧,接下來呢,交給我了 可惡的怪物啊,靠近你,打你的嘴 哇,這到底是什麼哥斯拉 啊,怎麼他會發出藍光呢 有觀眾朋友知道嗎,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在超李翔的評論機下方打出來唷 告訴超李翔,這到底是一隻什麼哥斯拉怪物 超李翔,我分析了一下,這隻怪物的落點呢 沒有可能就是在尾巴上面的背景那邊啊 啊,如果把尾巴上面的背景呢給打掉的話 他的攻擊力呢應該能削弱 好的,那我試試看,看看有沒有效果 哇,有效果啊,我把尾巴上面的背景呢給摧毀了 不錯啊,我看你把尾巴已經打掉之後 我現在往回跑了 對啊,他受傷了,不想跟我們戰鬥啊 緊緊狗,我們的任務完成了 走吧,我們現在回警局 等一下,機器狗怎麼傷的這麼重啊 機器狗呢表現的已經很不錯了 前面的攻擊呢都是他在頂著啊 但是沒辦法,後面呢一直被哥斯拉攻擊啊 所以呢,他的腳啊被打傷了 對呀,我已經表現得很不錯啊 你們當然要趕緊想辦法幫我修復一下 放心吧,你今天的表現呢確實很不錯啊 我會讓博士呢幫你修復好來啊 好啦,本期的遊戲解說到此結束 我是超李翔,希望我有解說記得點贊加關注哦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吧,掰掰